来源上官新闻 当地时间5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公开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上表示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推动乌克兰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 同时耿爽还对美国对中国的无理指责进行了回应 耿爽吸力回击美国代表无理指责 我们没有也不会像美方一样 刻意延长战事 从中余力来源北清网北京青年报 中方表示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 大量武器弹药持续流入战场 品种和范围不断扩大 致命性和杀伤性不断上升 流失和扩散风险不断累积 令人深感担忧 武器或许可以结束战争 但带不来持久和平 冲突的起点或许各不相同 但终点都是外交谈判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 以和平为重 以人道为重 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到 停火止战的外交努力上来 共同推动乌克兰危机 早日得到政治解决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 这里我要再次敦促冲突当事方 展现政治意愿 乡下而行 早日开启和谈 停火止战 敦促国际社会 为此创造条件 提供帮助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乌克兰问题的早日政治解决 做出不懈努力 发挥建设性作用 随后 中方对美方无理指责 中方在冲突中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一事 进行了回应 中方表示 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 更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 中方没有 也不会像美方一样 刻意地延长战事 从中于力 有关指责 完全不可接受 中方提醒美方 转移矛盾 甩锅推则 不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正确途径 也奉劝美方 不要借乌克兰危机 推进地缘战略 挑动阵营对抗 推进自身的一程 延伸阅读 中俄联合声明重量级要点 不只有图门将出海口 文观察者网 5月16日至17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中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这也是 其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的 首次出榜 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 两国发表了 关于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长达万字的联合声明 涵盖加强能源合作 扩大经贸往来 加强边境合作 提升创新和工业等领域合作水平 捍卫自身利益等内容 香港南华早报评论称 在美西方国家 试图全面制裁俄罗斯 并打压中国产业发展之际 中俄两国有意进一步巩固经济联系 联合声明还明确提及美国 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 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 表示严重关切 反对美国通过扩大军事力量 和拼凑军事集团 改变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的霸权行径 声明指出 美国将小集团安全凌驾于地区安全稳定之上 危害地区所有国家安全 美国应当停止此类行为 英国卫报等西方媒体坦言 普京此次访华 与中俄联合声明的措辞表明 中国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依然牢固 分析人士也指出 中俄两国深化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和俄罗斯都从伙伴关系中获益 积极支持边境合作 未来可期 联合声明将中俄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在边境问题上 中俄两国强调 将积极支持地方合作和边境合作 扩大两国地方间全面交流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优惠制度框架下 按照市场化 商业化原则 加强投资合作 开展工业 高科技产业合作生产 联合声明表示 两国将遵循目离友好 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 共同开发黑瞎子岛 大乌苏里岛 加快协商 中俄船只在黑瞎子岛 塔拉巴罗夫岛 和伯利少伊乌苏里斯基岛 地区周围水域航行的 政府间协定 草案文本 双方将同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就中国船只 经图门江下游出海航行事宜 开展建设性对话 图门江位于中俄朝三国边界 黑瞎子岛位于中俄边界的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交汇处 见证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变迁 根据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 黑瞎子岛西侧 靠近中国的一半岛屿 归中国所有 图门江则位于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交界处 由经中国吉林省 朝鲜两江道和咸进北道 以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法国世界报评论 图门江航行事宜的协商 或将为吉林提供一条 出海货运通道 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有望进一步扩大 中国东北地区 可能也会从中受益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基隆研究员执行院长 王文对观察者王表示 中俄边境合作的前景 非常广阔 如果图门江下游航行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有望推动东北振兴 进一步促进东北亚资金 人才 信息 物流的流动性 提高日本海 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 王文提到 在2022年9月的 东方经济论坛上 他就曾提出 打开图门江出海口相关建议 当时在场的 包括俄罗斯副总理 在内的高级官员 对此反响强烈 此次中俄联合声明 再次提及图门江问题 反映了俄方对此的高度关键 但王文也指出 尽管中 俄 朝三国 有着友好关系 但航行事宜的协商 还面临很多现实难题 俄罗斯与朝鲜跨越 图门江的铁路桥很低 如果要让大型船只通过 需要修建新的铁路桥 另一方面 图门江通往日本海的 十多公里都是潜滩 大型船只通行较为困难 还需要大规模的输郡工程 王文认为 图门江下游通航 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 可能需要相对中长期的时间 以解决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融入远东经济发展的 分工协作进程相对较慢 对此 王文表示 俄罗斯远东地区 在最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很快 引进外国投资大幅增长 远东地区开发的进程 要快于预期 俄罗斯远东地区 开发合作的预期 还是让人看好的 这个地区资源秉赋比较强 弗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等城市的基础非常好 假以时日 还是有很大的前景 关键是要实现政治理性 王文说 俄罗斯的开放还不够加速 但即使现在半开半眼的状态下 已有不少中国投资进入 所以 未来还是可期的 共同开发北极航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北极航道的开发 已逐渐成为可能 这条航道 有望极大的缩短太平洋 与大西洋之间的航程 比论上 北极航道 包括加拿大沿岸的西北航道 俄罗斯西伯利亚沿岸的东北航道 和穿越北冰洋中部的中央航道 中俄也在未雨筹谋 联合声明表示 将在中俄总理定期会务委员会机制框架下 成立中俄北极航道合作分委会 开展北极开发和利用互利合作 保护北极地区生态系统 推动将北极航道 打造成为重要的国际运输走廊 鼓励两国企业在提升北极航道运辆 和建设北极航道物流基础设施等方面 加强合作 深化极地船舶技术和建造合作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此前发文指出 在当前的全球航运中 北极航道依然可以忽略不计 船只大多只能在夏季通过北极 2022年 有超过两万三千艘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 一万四千艘船只通过巴拿马运河进入北极的船只不到1700艘 但在气候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 北极水域的通航难度正逐渐下降 期刊自然 通讯去年六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 即使全球碳排放大幅减少 北极最早可能在2040年代迎来第一个无兵夏季 经济学人称 与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相比 北极航道可以将航程缩短40% 其中最受欢迎的东北航道就位于俄罗斯沿岸 在2014年到2022年间 东北航道的贸易量增长了755% 俄罗斯对这条航道寄予厚望 希望到2035年的运输量再增加10倍 经济学人认为 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 是阻碍北极航道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随着北极海滨逐步融化 政治问题可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如果北极航道变得繁忙起来 俄罗斯无疑将从中获益 扩大能源和经贸合作 在能源和经贸往来方面的合作 是中俄未来合作的重点之一 联合声明表示 双方商定 根据市场原则 开展石油 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煤炭 电力等领域合作 确保相关跨境基础设施稳定运营 确保能源运输畅通无阻 共同推进中俄两国企业 落实大型能源项目 并在可再生能源 氢能和碳市场等前景领域 深化合作 双方商定提升双边贸易 融资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 本币份额 完善两国金融基础设施 畅通两国间经营主体结算渠道 加强中俄银行业保险业监管合作 促进双方在对方境内开设的银行和保险机构 稳健发展 鼓励双向投资 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前提下 在对方国家基础市场 发行债券 根据联合声明 中俄两国还将在民用航空制造业 造船业 汽车制造业 电子工业 化工业等领域提升工业和创新领域 合作水平 在人工智能 通信 软件 网络等信息通信技术领域 开展互利合作 巩固双方航天领域长期伙伴关系 南华早报指出 这些合作将进一步巩固 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对于面临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俄罗斯而言 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至关重要 2023年 中俄双边贸易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 达到2401亿美元 提前一年实现达成2000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在4月的一次政府会议上表示 随着俄中经贸合作积极发展 两国之间超过90%的结算都以本国货币进行 俄中贸易已经几乎完全去美元化 但在扩大能源合作之前 中俄两国还需要通过谈判解决许多问题 俄罗斯亚洲实业家理事会主席马克西姆 库兹涅索夫表示 西伯利亚力量2号输气管道等项目的谈判 仍在进行中 中俄必须先商定这些关键能源项目的条件 这个项目对俄中能源合作非常重要 但双方需要先解决很多问题 库兹涅索夫说 涉及价格和项目配置问题 谈判非常复杂 还需要确定各方将为项目提供多少投资 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洛瓦克16日表示 俄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签署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输气管道的合同 预计该管道每年将从俄罗斯北部 经过蒙古国向中国输送 多达500亿立方米天然气 共同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 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但近年来部分国家的政客试图歪曲二战历史 甚至美化法西斯主义 对此联合声明表示 中俄双方将继续坚定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 以及载入联合国宪章的战后世界秩序 反对否定歪曲和篡改二战历史 双方指出 必须进行正确的历史观教育 保护好世界反法西斯纪念设施 保护其免遭亵渎或破坏 严厉谴责美化甚至妄图复活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行径 双方计划于2025年 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 共同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 今年5月9日 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厂举行阅兵 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 据俄媒今日俄罗斯报道 普京在讲话中谴责试图歪曲二战真相的西方政客 他批评称部分西方政客正试图通过 为纳粹开脱等手段来煽动地区冲突 普京表示 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俄罗斯从未试图淡化美英等国家 对苏联祝和对抗纳粹的贡献 他强调 俄方将尽一切努力防止全球冲突 但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威胁俄罗斯 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随着地缘政治局势日渐紧张 地区和全球性冲突不断 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也引起中俄两国的关切 联合声明重申 中俄双方重申 恪守2022年1月3日发表的 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 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特别是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理念 再次呼吁联合声明所有参与国切实遵循该声明 中俄支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进程取得成功 同时反对企图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审议进程 用于与条约内容无关的政治目的 双方重申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以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出口管制义务 反对以虚伪政治目的取代防扩散初心 将防扩散出口管制政治化武器化 服务本国短视利益和实施非法单边限制措施 关于俄乌冲突问题 联合声明表示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赞同必须在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 解决危机的观点 俄方欢迎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指出 必须停止一切促使战事延宕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举动 呼吁避免危机失控 双方强调 对话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良好途径 双方认为 为稳步解决乌克兰危机 必须消除危机根源 恪守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兼顾各国合理安全利益和关切 对美国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关切 除阐述中俄两国深化合作的计划和诸多共识外 联合声明还明确提及美国 对美国为维持自身绝对军事优势 而破坏战略稳定的企图表示严重关切 反对美国通过扩大军事力量和拼凑军事集团 改变东北亚地区力量平衡的霸权行径 联合声明指出 美国报首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模式 将小集团安全凌驾于地区安全稳定之上 危害地区所有国家安全 美国应当停止此类行为 对于中俄联合声明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16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回应 但仅提及美国反对中国 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 让皮埃尔称 美国认为中国企业帮助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不可接受的 但美国没有在中俄联合声明中看到新内容 穆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讲师奥列格 亚诺夫斯基对观察者网表示 面对西方的动荡和旨在维护 其霸权的新殖民主义行为 俄中之间合作更加紧密 这体现在两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合作 以及在技术交流 科学发展和人员交流方面的密切合作 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拥有多样主权国家和多元文明的世界 亚诺夫斯基说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在西方强加的贸易战框架内 存在地区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 我们看到 西方使用前所未有的非法制裁作为惩罚工具 中国看到了这一点 也明白自己并不属于西方所谓的黄金十亿人 因此 我们在共同利益基础上 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战略认知 极有必要联合起来 克服霸权国家 压制一切非自己国家 以及防止出现一个新的 公正的世界秩序的企图 西方分析人士 中俄都从合作中获益 此次访华是普京开启第五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出榜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等西方媒体坦言 在西方国家寻求打压中俄之际 普京访华体现了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稳定的关系 表明两国将进一步深化在经济 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SEPA专家萨姆 格林 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表示 中俄两国深化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不应该简单地将中俄关系视为联盟 中国和俄罗斯都从伙伴关系中获益 格林认为 他们中俄在很多方面的战略上保持了一致 也许不完全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也许不完全是他们自己喜欢的 但这都是他们不可避免要做出的决定 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 让中俄加强了合作 格林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都从伙伴关系中得到了实质性的利益 中国可以从俄罗斯购买价格更为低廉的油气资源 获得在俄罗斯投资的机会 另一方面 俄罗斯从伙伴关系中获得了贸易往来 为俄罗斯经济提供活力 这对俄罗斯政府是至关重要的 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讲师纳塔莎 库尔特对CNBC表示 俄罗斯从对华贸易中收益 中国也受益于俄罗斯在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努力 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 西方不能简单地把中俄关系视为一种权宜之计 我们低估了中俄关系的强度 英国卫报也指出 中俄联合声明的措辞表明 中国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的牢固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知名学者外交官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评论称 俄中关系具有相互尊重 全方位考虑彼此利益 互不干涉内政的特点 两国在国际舞台和国际组织中相互合作 是世界上能够确保和平相处的典范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日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相互协作 是重要的平衡因素 这一要素未本就动荡不安 充满冲突的国际形势起到了平衡作用 正因如此 中国成为普京就职后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个国家